嗨 我是蜜塔 那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這個 德國的開架品牌 Catrice的新品開箱試射 那我在網路上看到這些新品 好像還沒什麼人分享 所以想說可以趕快來就是 試用給你們看 Catrice其實就是essence的姐妹品牌 所以呢他們一樣都非常的平價 非常的便宜 每一樣大概都才一兩百塊 今天就來試用給你們看 然後看看哪些東西就是超乎他的CP值 大家就可以趕快去搶這些新品啦 首先呢第一樣是這個 柔膠狀前霜 那我今天是直接指上了 右半邊的臉的毛孔還有鼻子的地方 他的用量只需要一點點 就可以上還蠻大範圍的肌膚 上上肌膚他會有一種 柔滑平滑的細緻的感覺 那填補毛孔的產品 我建議大家就是往下這樣子順著 順著毛孔塗 這樣子才會有達到那個效果 你直接只塗完我覺得效果感覺差異不大 那你在上完底妝之後呢 就會覺得好像有擦這個妝前乳的地方 毛孔稍微比較不明顯 像我今天底妝是用一樣的 但這一邊有毛孔的地方 底妝就好像有一點點的卡在毛孔裡 但你還是看得到自己的毛孔 他沒有到完完全全的把你的毛孔變不見 但是他的確真的有修飾 如果你想要輕微不是要求到非常高的話 這一款柔膠妝前霜我覺得是可以買的 接下來是這一款三角眼影棒 裡面就是擋這樣三角形的 我來把它當臥蠶筆看看 我覺得它上起來那種珠光亮度 我覺得沒有很明顯 畫在臥蠶上的話還是有那個提亮 跟臥蠶的效果 質地是還蠻好推的 然後是有點像眼影霜眼影高的那一種質地 再來是兩顆Katrice的腮紅 那這一顆呢是060 這顆是020 這一個呢就是今年很流行的那種 肉色裸色感的腮紅 那這一個呢就是稍微有一點點 乾燥玫瑰感的腮紅 我其實還沒有使用過就是肉色的腮紅 不知道我是不是適合 它好像蠻顯色的 刷在臉上它有一點點橘色的感覺 所以它不會讓你看起來好像很像生病了 還蠻好看的耶 比我想像中的好看 我想要再疊一點點這一顆020粉色的 剛那個土裸色我把它塞在這個 顴骨稍微靠旁邊一點的位置 那現在這個粉色我就把它塞在這個 蘋果肌的地方 再疊上粉色的話就會稍微再更可愛 紅潤一點的感覺 這兩顆疊在一起我覺得很好看耶 因為這一顆粉色啊其實我已經先試用過了 我單上它的時候我就覺得 還好就是一個粉色的腮紅 可是我覺得這兩顆疊在一起 就是意外的好看耶 然後它是有珠光的 所以臉上這裡會有亮亮的感覺 如果你不喜歡珠光腮紅的話 這個你要注意 因為它的珠光算是 有一點點的明顯 那再來呢就是大家很期待的卡趣斯的打亮 這次的新品打亮有兩個 一顆呢是這個大理石的打亮 那這一顆呢其實你看鏡頭就可以知道它超亮的 它非常的大顆 它有八顆才一百多塊 我大概打一輩子都不可能打完 這一顆打亮呢我已經試用過了 其實我沒有到很喜歡它打在我這個 顴骨的效果 因為大家有看到它的顏色是有一點點 霓光的感覺 那你們看它在我臉上就是會很突兀 會有一個銀白色的光在我的臉上 我覺得它沒有很適合我的膚色 我覺得我的膚色還是比較適合 稍微有點粉膚金色的那種打亮 你們看 超亮 可是是不是就是我一道 超藍藍的光在我的臉上的感覺 可能有些人不會不喜歡 可是我是覺得 我看不太習慣 但它真的非常的亮 所以如果你喜歡很亮的話 這一顆還是很厲害 你們看我的鼻樑 超級亮 另外一盤是這個五色的打亮盤 超級厲害的感覺 它就是有五個顏色 第一個呢它是偏粉色的 第二個呢它看起來是白色 但是它刷出來是有點帶紫光的 第三個就是這個帶銅色金屬色的打亮 那第四個它是偏白的 那第五個是偏黃的 這應該很適合就是那個彩妝師 可以因不同膚色然後去幫它選打亮 那它的質地還蠻特別 它是有點霜狀 我先用這一個偏紫色的 我想要先打在我的這個純珠的地方 它在我的臉上有點髒髒的 好這個有點失敗 換一個 換一個 那我來試這一個 粉色的 粉色很合理耶 好看 我沾這個金色 有一點太黃的感覺 這一盤呢我覺得它的顏色非常的齊全 就是各種顏色各種的打亮的色調都有 那如果你是彩妝師或者是 你好會變換就是自己打亮的顏色的話 這一盤非常的適合 而且它很便宜 像我一樣膚色有點挑打亮膚色的話 這一盤你可能就不會用到很多個顏色 最後呢就是兩隻他們家的水潤又光純粹 這兩個顏色感覺也好秋冬喔 這一個是040那這一個是030 我怎麼覺得跟剛剛的腮紅就是有一點搭的感覺 你看這個粉色 然後這都是土裸色 這顏色很好看耶 就是一個奶茶色 這一個040的奶茶色啊 因為我的嘴唇就是比較偏紅一點點 我覺得它沒有辦法完完全全的遮蓋我的唇色 大概可以遮個 七成吧 就是它還是會稍微有點透出原本的顏色 然後它這個刷頭啊 接觸嘴唇的感覺是非常好的 這兩隻唇膏呢我覺得還不錯耶 就是它的顏色還蠻漂亮的 而且還蠻適合秋冬的 然後呢它不太會顯唇紋 這個價格我覺得可以 然後就是非常非常水光感的一個唇膏 雖然它沒有辦法完完全全的遮蓋唇色 可是它塗起來是還蠻均勻漂亮的 那它是有一股就是甜點巧克力味嗎 所以如果你就是介意味道的話 建議去櫃上試紋 但是我覺得不會噁心 好啦那這隻卡帥的新品就有開箱了啦 那我來總結一下我心目中就是CP值很高 覺得很值得買的商品跟雷品好了 我覺得一定要買就是兩顆腮紅 我覺得很好看 那如果你只有要買一顆的話呢 我推薦的是這顆060 稍微帶土色感裸色調的腮紅 它的肉色呢是會讓你的膚色還是會有顯氣色 不會覺得很奇怪的顏色 那粉色這一顆我覺得它單擦就是比較還好一點 但是兩顆疊擦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再來呢就是這個純粹 我覺得有喜歡這個顏色的話也可以買 因為這兩個顏色都還蠻漂亮的 再來呢是這個柔膠的妝前霜 其實我本來對它沒有抱太大的期待 就覺得這麼便宜應該是一個有點雞肋的東西 但是它真的不雞肋 它的確會讓你的妝看起來比較平滑 毛孔比較隱形柔膠的感覺 但是沒有到完全不見喔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出事 嘗試這種毛孔隱形的商品的話 這個這麼便宜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再來呢雷品呢其實我覺得 就是大概有點不公平 就是這一顆大理石的打亮 因為呢它非常的大顆 CP值非常高 那它的確呢也有打亮的效果 而且非常的亮 所以它是有做好它自己的本分 但是呢它就是跟我的膚色不太合 如果你就是對這顆有興趣的話 一樣是可以去試試看 所以很抱歉 你對我來說就是一個雷品 那以上就是這次Catrice的新品開箱試色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更多的集中 還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